600块让你干一小时活你干不干 还以为今天没活了 万万没有想到我一个兄弟给我打电话 何哥呀来好活了 赶紧把挖进往工地开 干一小时人家工地给600 走兄弟们 大家伙跟随我的视角 我们上工地看看 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活 什么活没说 就说一小时给600 这得是什么样的活呢 我估计就是一个小时的活 人家给个起步架 不管怎么地 我们不能耽误时间 8点钟总是到现场 哎呦我的妈 昨天手欠还把电源给关了 我们先把电源通上 这是典型的对自己没有信心 心想这两天没活了 别放时间长 挖机打不着了 好的找车准备出发 最近啊挖机干的全是灵活 没地方停 天天蹭人家安总的场地 工地距离不算太远 五分钟到场地 多阿区 这啥情况 工地大门还不开这个 给打个电话看看啥情况吧 我到门口了哥们 这大门不开的呀 对对对的 我看上去了 好嘞 哎呀 你好 你在这边给干了 你抓我拉一会儿 哦好 那我开进去 走吧兄弟们 进工地 这好哥们 初次见面就给我弄了一大火 感谢感谢 我今天到时要看看 怎么那个火 一小时给600 哦拆这个呢 把这个墙子抠掉 算从渣子里装 把这个乱七八糟 这些渣子也给装 兄弟们 拆这个围墙根 这怕是一小时拆不完吧 我去 这个地方憋屈的很啊 麻吉都不好静 这地方有点紧缺呀 得想办法我快拧一下了 哎呀 闹不成车 倒是不难拆 就是地方有点憋屈 这个钢管子啊 有点碍事 这哪是一小时的活呀 现在已经干了一小时了 一半都还没干上 我看这个意思啊 照着三小时干了 我现在啊 只能前边拆 后边给装了 装完以后啊 再把这路给巴拉巴拉 要不这三轮车进不来呀 看到没 工头交代了 千万别把这钢管给我弄弯了 注意看兄弟们 人家有多在意这钢管子呢 直接上锤 哎 砸自己砸 这活啊 主要是地方太窄 要不然啊 进来一台小翻斗车 哎 两三车就给装完了 三轮车呢 装的少 进来回折腾了 这次我直接给他开到顶头来 倒爪回装 胜利在望啊 兄弟们 说是一个小时的活 现在干了三个多小时了 指挥说了 人家这地方啊 原来是绿化带 尽量给人收平一点 一边扒拉 一边往后走吧 多余的土 给他往后滑了 就这样整过去 这活啊 算就完了 现在心里还低估呢 不知道人今天这个账 怎么算呢 完活了兄弟们 开着挖机出 哎呀 这个监控线啊 有点爱事 来了 这就 要么说不让翻斗车拉呢 这哪能进来呢 走兄弟们 小炮锤一刀 咱找领导算账去 哎呀 也不知道这账咋结呢 我都懵了都 说好的一小时 你这专门是机械的 这完事儿了啊 昨天弄了个八百 今天弄了个八百 我平时都是 多十分钟 少十分钟 就能一掐就完了 多了就到八毛了 少了也无所谓 整岁也好近 行了就完事儿 我走了啊 又是一个八百 八百行吗兄弟们 这两天啊 我算是打了酱油了 好的兄弟们 今天就给大家更新到这 喜欢我的视频 给我点个小赞 哎呀 这是甲方的 哎呦 完事儿了 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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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我慌 哎呀 这个短字呢 啊 可以 哪天闲着来拍嘛 哈哈哈 好的 走了走了